用生命一同的增长 然后教会得到复兴 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 所以都是我们连于基督的生命的成长 好的 我今天先剪到这里 以后今天有一个介绍 开始的介绍 然后下面先请韦川 下面先交给韦川 我跟孙牧师是一个学艺术的 一个理工男 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佩搭 教会里面有理工男 有理工女 有很感性的 也有很理性的 所以我们的佩搭 那上面是孙牧师讲的 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以前我们就是特别的看重这个门徒训练 这个门徒训练是耶稣的方法 不是我们人想象出来的 所以这个门徒训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叫做同工的培训 其实就是门徒的一个训练 这个门徒训练 这个倍增是非常的理想状态的时候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你想啊 如果不做训练 就是一个繁殖 一个月带一个人信主 一年就是这个12个人 但是倍增呢 因为经过了这个训练了 我信主了 我训练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又去训练 然后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啊 其实都是耶稣的果子啊 他单单的12个人 这12个人一直到今天呢 这个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所以当一个人被培训了 他的生命成熟了 他一年 他的倍增啊 如果继续的持续下去 我们只是一个开始啊 开始门徒训练 然后继续下去的时候 一年可以倍增到4096 这个这个是要去算的 这个是耶稣的方法 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但是我们的生命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啊 一个人的生命成熟啊 要被耶稣训练 不是一天两天的 所以门徒训练是 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这个不是一个很快的说 讲讲课 听听知识 就完了的 不是的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 门徒训练的一个梗概 一个概念 那么孙牧师讲了这些的概念 这些的 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门徒训练的一个果效 不单单是繁殖了 是一个倍增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自己训练好了以后 我们要去带别人训练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呢 就是首先 一个人的生命从哪开始训练呢 一个人信主了之后 我们看这个真言书的四章二十三节 里面就是讲到的 这个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那门徒训练 同工培训 侍奉培训 这个概念从哪开始呢 是从心开始的 如果我们的心不对啊 我们没办法来服侍 我们越做越得罪神的 所以这个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 里面也讲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 敬畏主 这个是存心啊 所以上帝看重的是我们里面 我们外在 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学的 可以效法的 但是我们的心呢 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 所以这个 我们要清楚的就是 门徒训练从哪开始呢 从心的训练开始 从我们的里面 灵魂深处里面 连根拔起 神要拆毁我们这个罪的 罪性的一个人的生命 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里面成熟长大 所以他要连根拔起 我们这个人 就是这个一个完全的 这个要被神拆毁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被神拆毁 不被十字架所对付的 没办法服事 越服事越得罪神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肉体 用我们的罪性来服事的时候 一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 我们没办法被增 我们也没办法去训练 因为我们被训练的那些弟兄姐妹 看到我们同工之间都是不合一 生命的那些问题 其实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来训练我们的心 所以侍奉的定义是什么呢 侍奉的定义就是 无论我们做什么 就是我们很多 在这个职场上面的侍奉 教会里面的侍奉 家庭里面的侍奉 家庭主妇教育孩子 这个侍奉要知道呢 是一个广义的 这个侍奉是对神的一个回应 什么是侍奉呢 就是神在我身上有恩 我有一个感恩的回应 所以这个是侍奉 侍奉跟敬拜是一个词 所以就是让我所做的 让耶稣基督的荣耀 无论生死在我身上 让耶稣基督照常显大 这个是一个侍奉的定义 就是很多人这个 我来询问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在主日 为我们做见证 很多人说 我现在特别的不好 所以我不能够见证 这是一个误解 就是我们不好 我们认识到自己不好 那个就对了 如果我们觉得 我有资格来侍奉 我有资格来做见证 那个就惨了 就是我不配的 我真的不好 那见证是什么 那是见证耶稣基督 他在我身上 怎么样改变我这个 罪的一个人 罪的生命 那这个我们要了解的 这个新的一个训练 要了解什么是侍奉 所以神要看我们动机的 我为什么做 不是教会缺我们 不是神的工作 需要我们帮忙 很多时候我们很劳累 其实不是 这个一劳累的时候 我们就心里面会产生抱怨 那当我们一抱怨的时候 其实那已经失去 侍奉的意义了 因为侍奉是我们一个感恩 耶稣在我身上有恩 我做什么都是 以神为乐的那样的 一个喜乐 如果这件事情 我已经不喜乐了 不要做了 因为我们是对神的一份 感恩的心 这个叫侍奉 所以那个心很重要 这个心的锻炼 心的操练呢 是一生的 要不断地反省 监察我们里面 所以我每次祷告会的时候 都要唱那首歌 说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就看看我里面 所以上帝看中的是里面 那基督徒信主受洗了之后 他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圣洁生活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圣洁生活 我在这个真理探索上周日 其实很多弟兄姐妹觉得 就是不单单是木道友要听的课 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 怎么传福音的时候 要把一些概念弄清楚 就是那我讲到了这个救恩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这个得救 得救没有付代价 那得胜是第二个阶段 里面就要付代价 就是圣洁生活 就牵扯到圣洁生活的定义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得赎 那我们就回天家了 所以得救没有付代价 得赎也没有付代价 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圣洁生活 我们活在地上 耶稣没有立刻把我们接走 还让我们在地上 这个被训练 要做门徒的训练 耶稣训练十二个门徒 那我们今天就是 要按着神的这个方法来生活 那第二个阶段里面 就要明确地知道 什么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圣洁的生活 那圣洁的生活是什么呢 圣洁的生活的定义就是 无论我做什么事情 我里面的动机是为了神 那里面的动机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标准 就是我们要反省 很多人说 我在过圣洁生活 那怎么判断我们是在过圣洁生活呢 如果有人说 他是在过圣洁生活 因为他热心的传福音呢 那我说不一定啊 因为你里面的动机 你好像在热心的在传福音 在热心的服饰 但你里面的动机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所以这个我们要监察的就是 我们里面 是不是真是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爱这些人的灵魂 我所做的这个服饰 这个是才有意义 所以这个训练是从这开始的 是从圣洁生活里面的动机 里面的心开始训练的 所以门徒训练 最重要的一个训练 就是罗马书12章第二节 罗马书12章第二节里面 特别的讲的 12章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门徒训练 侍奉训练 同工训练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神不看我们做什么了 因为神不需要我们帮忙 他说有就有命令就令 所以那我们的服饰 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一个机会 那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服饰的是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里面的心意更新变化 要改变我们里面 然后叫我们才可以查验到 什么是神的善良 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就当一个人明白神的旨意 怎么样能够明白 那前提就是 我的心完全被神改变了 所以这个 我经常跟一些 我们姐妹团契的时候 我也常跟一些姐妹们聊的时候 其实就是 其实门徒训练呢 这个四件事情 门徒训练四件事情是 读经 祷告 经历神 然后呢 是传福音 最基本的这个训练 如果你一个月反省一下 我一个福音 朋友都没有跟他谈 你的生命啊 不会火热的 因为神大使命里面的应许就是 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个他的应许是 当我们在实行这个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感受到神跟我们同在 他的应许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喜乐 没有同在 没有同在的那个感受 就是我们没有去实行大使命 所以这个门徒训练的四件事情 读经 祷告 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 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呼吸 是一个自然的 不是说我被迫了 说我应该去祷告了 是这个读经也不是别人逼的 也不是要一个读经运动的 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做的 读经就是要吃饭的 我的灵魂饿 我是一个生命的流露 所以这个读经是吃饭 是我们的灵魂要吃饭 生命的粮 然后祷告呢是一个呼吸 这个呼吸没有了 没有生命的人他不会祷告 没有生命的人 他就不需要呼吸嘛 所以这个 然后就是经历神 如果很久没有经历过神 他的生命一定很冷淡的 那如果没有传福音 所以就是读经祷告 传福音 经历神 这四件事情 是门徒训练同工事奉的一个培训的 最基本的 这四件事情要训练好 那我就引申出来了 就是我们另外 就是我们要清楚的四件事情 非常轻松愉快的 我们要去思想一下 这四件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读经祷告那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读经是神跟我们说话 祷告是我们回应神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来有往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一定是要读经祷告的 然后呢 就是跟人的关系 如果你跟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没办法传福音的 就是耶稣道成肉身 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吃饭 跟他们生活 在那些罪人当中 在那些被社会看不起的一些人当中 他就是生活在里面 所以他跟人的关系 才可以把福音带进人群 如果没有跟人的关系 你跟人总是打仗的 别人不会听我们讲 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 就是我们培训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一下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的读经祷告 灵修是什么样的一个 到了哪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跟人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 就是跟人没有感情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说 他的灵魂有没有得救 我不会关心他 就是你对人没有兴趣 你没办法做宣教事 就是一个 为什么要从心开始来培训呢 就是我们的心里面 心里火热 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的 是看神的那个可喜悦的旨意 他就是愿万人得救 不愿有一个人沉沦 那我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心 如果没有 我们向神求训练我这个心 可以去爱人的 所以你跟人的关系要好 所以跟神的关系要好 你跟人的关系就差不多再会改变 因为这个是十字架 竖的我们是跟神的关系 横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 当你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 你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另外呢 就是我们基督徒呢 要有一技之长 一技之长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养活自己 不要靠别人 很多人靠父母的这个养活 然后说去读神学呀 很多时候我们是要 可以就是用自己的 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 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份的工作 如果神呼召你全时间做传道人 那个是另外的一个呼召 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恩典 有一个恩赐 有一技之长 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然后我们可以去让 有能力给别人做训练 传福音给别人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身体健康 就是我常常跟一些姐妹们让他们猜 我说第四件事情是什么 很多人猜不到 就是其实很多人忽略了我们的身体 身体是圣灵的电 这一点我做的不好 那我自己的身体就是需要被神改变 然后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才可以去有力量 就是去做宣教 跑路 你也需要有身体的体力 所以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懂得基本的一些健康的常识 这个不是不属灵 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 所以训练最关键的 就是心中的那个爱人灵魂的那一份心 虽然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长期被神要更新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残缺的 都是需要佩搭的 有感性的 有理性的 有这个恩赐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有这一份心 这一份心是让周围的人可以感受得到 你是一个活的 有心跳的一个基督徒 不是一个冰冷的基督徒 不是一个单单有学问 有知识的 来讲课的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有血有肉 这个活着的一个生命 那所以就是我跟孙牧师的一个佩搭 就是我们有感性有理性的一个佩搭 所以我也期待呢 每一个人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残缺的一个佩搭 不完美 但是真诚 真实的内心的一个操练 才是这个门训所需要的 我记得这个诗篇里面 好像是78节里面说的 就是我们要用心理的纯正 手中的巧妙来侍奉的 就是手中的巧妙是我们要训练 有成熟的生命之后 我们要从神那里得智慧 所以要脱下旧衣穿上新衣 这个以前他们讲过 有人就是非常形象的在台上讲道 尤其是像宋尚杰那老一辈的 以前的那些传道人 他们就是把里面写上我是什么什么罪 很多的罪在内衣里面 当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就把外衣一脱 然后就是把里面的肮脏的衣服脱下去 然后穿上这个衣服来表达 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侍奉的培训的基础 就是我已经把旧的生命脱掉了 我穿上的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衣袍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侍奉的 培训的门徒训练的一个最基础的 没有这个新的一个训练 后面的很多的技巧知识 学了之后我们可能会用 但是神不祝福的 有很多人说 你怎么讲几句他就信了 那这个是神的同在 神要他信 不是我们讲了又怎么样 是神悦纳我们的一个服事的时候 他就经常鼓励我们 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的教会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能力可以带他们 否则神把人带来了 我们带不出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神把人带来就浪费了 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心 可以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 对神的一种很纯正的那一种的回应 不然我们就是越侍奉毫无意义 越侍奉越羞辱神 有很多纷争很多的这些的不荣耀神的 那些的说法伤害 那个就是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同步读心 小组茶经都特别好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场地 非常的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门训呢 这个侍奉的训练呢 不是一个茶经 而是一个佩搭的训练 这个就是我跟孙牧师做一个榜样 就是我们两个一个感性 一个理性 我们的一个佩搭 那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佩搭的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服饰 都是一个交响乐的这个佩搭 这个就是上周我主日讲到的 那个最后就给大家听的 那个交响乐的一个佩搭 那是一个肢体的佩搭 不是靠自己的 完全是靠着主的十字架的恩典的 自己的生命要被神完全拆毁啊 这个耶稣的新生命 要被不断的建立起来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 侍奉培训的一个心愿 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 我发现教会里面这个做帽子 手工啊这些姐妹 他们非常有恩赐 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呢就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 每一个人不去比较 因为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你做的很好 其实没有做的好和不好 这个好和不好是我们神来判断 我们人就是尽我们的力 神给我们多少的恩赐 多少的能力我们就尽上 那就是这个生命呢 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神要拆毁我们的旧的生命 要建立我们又有智慧 又有见识的一份的爱心 要被主建立 那么拆毁与建立 就是十字架福音的一条路 所以不断的被拆毁 所以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交响乐的一个比喻 所以今天呢 这个我们一个小时 就是很快的过去了 前面孙牧师就是一个梗盖介绍 那我呢就是跟大家讲呢 就是第一步 我们的一个训练是从心开始 那给大家留的作业呢 就是就是今天所讲的 你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呢写一些的 就是笔记心得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训练 那不管你这个 以前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哈 我跟孙牧师有一个心愿 就是我们不单单是听 然后我们要去用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呢 我们对我们最大的感受呢 我们可以写下来 然后下一次 就是下个月了 下个月的最后的那个周四晚上呢 孙牧师会叫人 叫一个人就五分钟 其实五分钟 这个分享啊 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就五分钟 不能够超时 这个是一个训练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讲到就是 不能够超时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典 五分钟把它讲出来 你可能写两千字 三千字都很好的 所以一个人吸收这个知识呢 是这个不单单是听 听完了耳边风 可能就忘了 然后要写 写了之后 还要去跟别人分享 那个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里面的消化了 我们所吃的东西消化了 然后我们去运动 那就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培训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提出来 我们可以讨论 因为我们有一个计划 一直到年底 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有一些给大家的这个训练的这个系统的课程 但是这个课程不像以往我们听了课就算了 听了这个之后我们要有心得笔记下一次来分享出来的 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可以把麦克把那个视频都打开 有什么样的疑问 就是有关今天我们大概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然后我们接下去有很多 可能大家都这个以前没有这样上过这样的一个训练 也许你已经上过了都懂 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是希望能够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交流讨论 然后呢你在生活里面去想一想 这个那个四件事 这个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下一次你可以分享 我有没有去跟一个木道友去尝试着去传福音 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的难处困难 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就请一个人 但是今天也不告诉你请谁 这个平常也不告诉你请谁 到时候孙牧师就叫你来分享 这一个月这个刚开始的第一课 说心的心里面的训练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来分享 这个训练呢是很有意思的 是慢慢来的 不要期待着说一下子有什么样的果效 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训练 也是一步一步来来帮助门徒 那个生命要成熟起来 这样就可以来荣耀神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不要客气 打开视频打开麦克都可以来交流 然后我们有五分钟之后我们就结束 好吗 哈喽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的 因为这个很多人一看就是侍奉培训 可能就是教会那些的领袖啊什么 不是只要是基督徒受洗了立刻就要接受一个培训的 这是耶稣的一个方法 师母哈喽 哈喽 我是王熙 你好 刚才听您讲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点想问一下 您说的那个破碎自己 然后预备心 然后我和张一南都在想破碎自己怎么求啊挺害怕的不敢说 破碎这个这个这个刚才我可能用词不准确 你那又下了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是一个罪的生命嘛 呃 你不能够用罪的生命来回应神嘛 所以神就改变我们的生命 里面有很多问题 我们的价值观 人生观 这个世界观 很多的观念呢 是要替神更新的 不是修修补补的 就是修俯我们以前那个什么叫悔改呢 悔改是我原来人生方向错了 想怎么样 我认为怎么样 那现在是耶稣认为他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然后还调整我们 那个破碎自己呢 不是不是那个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的喜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透过环境 就是呃 你带孩子 然后你跟呃这个伊南 以前我们不是婚前辅导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了 以后会面对什么样的日子 那你觉得你不会跟他吵架 但是不吵架是不可能的 吵架了 然后就把你的生命修理一下 然后就成长了 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 吵架 痛苦 但是神就让我们暴露我们生命里面 我怎么样做姐妹 做妻子 做妈妈 然后这个生命破碎了 然后我们就更新嘛 慢慢的神就开回我们建立新的生命 那个属灵生命慢慢就长起来了 嗯 就是一边破碎自己一边服饰 对 没有一个人都完美了 才服饰的 这个侍奉的一个 呃 这个 真正的侍奉就是 我对神的一个感恩 就像 等你儿子慢慢长大了 呃 这个 两岁 他可能就会帮你搬个凳子啊 帮你搬个什么 你不能长大了 再帮你做事情 他 他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服饰刚开始做不好 刚开始你一做 然后别人不赞成你 我就很 你就说我不做了 这个是刚开始人的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就是别人一批评你 你说我不做了 可是呢 在成长的时候 就不管别人批评还是不批评 我反省一下自己 我继续做 就是神就借着这些批评 改变我们 所以这个是从不成熟到成熟一个过程 没有没有 神要我们服饰 有 没有 没有 这个是我那个比喻特别好 为什么你这么一次受骗 看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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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问题随时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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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